天猫双十一购物狂欢节是本周重要的消费盛事。 在双十一之前,航空界的盛事,中国珠海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,俗称第十二届珠海航展,今天在珠海举办,作为中国最有饭量的航空、航天、陆站装备的集中展示平台,参展的中国军工企业,都希望这次机会,将自家研发的产品,推向全世界的客户。 今天上午开幕式之后的飞行表演环节中,装配国产式量发动机,喷口可以向不同方向,偏转以产生不同方向的推力的一种发动机的尖10B验证机表演了罕见,并且高难度的普加乔夫眼镜蛇机动动作,这是备受关注的国产式量发动机首秀,也是业界最大最关键看点。 这个动作是苏联飞行员维克托普加乔夫,在1988年一次试飞速到27战斗机时,飞机发动机停机后又重新发动的过程中无意发现的,1989年的巴黎航展上,他驾驶速到27首次向外界展示了这个动作,震惊了世界。 今天,中国飞行员驾驶国产的J10B战斗机做出这个动作,终是令人震惊,也说明中国的战斗机发动机水平,以及飞行员素质到了新的高度。 珠海航展是在原珠海市委书记良广大的推动效果进来的,1996年搬了第一届,之后每两年一届,作为大型国际性展会。 珠海航展和该产品展示,经贸洽谈,技术交流和飞行表演。 珠海航展被称作世界第五大航展,巴黎航展,半宝罗航展,莫斯科航展,新加坡航展都是业绩老品牌,珠海航展的规模,跟他们比还是略一顺一筹。 珠海航展最主要有两个目的,创造一个行业内的交流机会,以及为对外军售做广告。 据凤凰周刊报道,上世纪八十年代末,欧美全面中断对华军事合作,军售与合作禁令,至今仍未解除。 自1996年,珠海举办第一支航展以来,欧美厂商几乎不能展出军用产品,因而令俄罗斯军火山独占老头。 前几支航展,除了俄罗斯展示的一些新型装备外,全是大陆厂商的模型,故被外界戏谑为模型展。 当然,现在这种情况不复存在了,大陆军工企业将越来越多的产品食物送到展台上。 本文参考观察者网,凤凰周开,黄网真是本媒体报道。 本文参考观察者网,几周开,黄网真是本代式上的出支航展。 本文参考观察者网,黄网真是本代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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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 本言,黄网真是本代式!黄罗真是本代式,黄网真是本代式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